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浦一期名将最多 蒋仙云能取得两次第一 足见其惊人的能力 其实 在黄浦第三期也出了这样一位棋台 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拿了第一 就是刘宗宽 刘宗宽1905年出生于陕西省图城县 1925年考入了黄浦军校第三期 同期的同学还有王耀武 戴安兰 黄共略 陈其涵 曾泽生 方仙爵 李仙霞等等名将 刘宗宽能拿两次第一 足见其能力之强 而且 后来刘宗宽还考入了陆军大学深藏 毕业考试时又拿了第一名 连蒋介石都非常惊讶 特地任命他为军委会少将高参 那么 这样一位顶级奇才 为什么一直以来名气不是很大呢 或者说 在抗战时期 为什么没有什么战功呢 这就要说到 他的出身了 刘宗宽虽然是黄浦军校的学生 但其实 他很早就在杨虎城的部队效力了 他去黄浦军校 还是杨虎城派他去的 因此 他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而是杨虎城的人 展开全文 尤其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 跟蒋介石是同水火 作为杨虎城的心腹 刘宗宽自然也就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了 1941年 时任战略第十五师师长的刘宗宽 发现 部队里有个团长走私 就把他抓了起来 但他没想到 这个团长其实是胡宗南安插在他部队里的人 这下就捅了马封屋了 胡宗南本来就想找他的麻烦 这下好了 反过来告刘宗宽走私 把他抓了起来 送去了重庆 蒋介石一看 更是不由分锁 直接劈势枪毙 多亏刘宗宽的老师韩兆恶多方奔走 最后由冯玉祥出面 才免去了死罪 改成十三年有期徒刑 一直到1945年 在很多人的帮助下 刘宗宽才恢复了自由 蒋介石肯定想不到 就是这个被他释放了的刘宗宽 最后差点让了他的命 1949年11月初 国军解放重庆的战役正式打响 重庆作为国民党残余势力 盘踞在大西北的门户之地 可以说 让蒋介石费尽了心思 不仅把胡宗南手下的十四个军全部调集过去 还加上了罗广文兵团的主力部队 企图依靠山城地形优势赋予顽抗 然而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 战役月书打响 月底便收官了 国民党苦心经营着防线土崩瓦解 真的是国民党军这么不惊大吗 其实并非如此 要知道 当年日军重兵围困重庆 都奈何不得 为什么我军却打得这么顺利呢 这就不得不提刘宗宽了 自古以来 进攻四川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从川北进入 地形相对好走一些 第二条是从川东进入 地势非常复杂 一手南攻 所以 三国时期的邓买 就是从川北攻署的 刘宗宽当时正担任西南长官公 楚代理参谋长 就建议胡宗兰在川北集结重兵防守 胡宗兰也没什么主意 就同意了 同时 刘宗宽又主动请命 率部驻扎在川东一带 以防共军发动突然袭击 其实 这是刘宗宽和二野参谋长 李达联手设计的一出调虎离山之际 通过川北阳攻迷惑敌人 把重点进攻路线布置在川东 而川东正是刘宗宽的部队 就给二野大军留好了道路 就这样 胡宗兰的几十万大军正在川北住房的时候 二野大军已经从川东进入 一举解放了重庆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 杨天成泰 黯然离开了重庆 1950年 经刘伯承亲自邀请 刘宗宽去了南京军事学院工作 刘伯承在向大家介绍刘宗宽时 夸赞说 刘宗宽对解放战争是有重大贡献的 特别是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 胜过十万雄兵 堪称第一功 1992年7月29日 刘宗宽在重庆殡市 享年87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